如果地球上所有的冰川全部融化 地球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一夜之间 你会醒来发现自己淹没在水里吗 如果南极洲 格林兰岛 已至世界上所有的冰山全部融化 地球的海平面将会升高66米 这几乎是地球5000年一遇的大灾难 首先 地球四大洋的大部分岛屿都会被淹没 像帕劳 斐济 马绍尔群岛 挠鲁 汤家 托瓦卢 瓦努阿图 等这些太平洋上的明珠国家 将彻底从地球的版图上消失 当然 影响还不止这些 七大洲的大陆沿海低海拔地区 也将会被海水淹没 包括亚洲东部 欧洲北部 美洲东部 澳洲南部等低海拔地区都无法幸免 而这些地区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一旦这些地区被淹没 对人类经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除了会淹没沿海地区与岛屿外 地球的生态系统也将受到严重打击 在全球变暖的过程中 科学家已经发现 太平洋中有大量死亡的海藻 所以 南北两极的大量冰川一旦融化 海洋生物将马上受到影响 北极熊 企鹅 海豹等基地动物 将失去生存所需要的环境 甚至将导致它们直接从地球上灭绝 不仅如此 真正让人类担心的是南北极地区的远古病毒 科学家们已经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洞土层 发现了一些古老的病毒 根据研究 这些病毒已经存在至少上万年的时间 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洞土层